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 我在这里 今天也带着游戏呢 依然是猫猴老鼠 现在开局呢 也是比较顺利 然后也是在这手术再兔 去逮对面老鼠的一个位置 这种呢 我依然是重复的 把它绑在火箭上很多次了 所以说它在独秒的时间呢 比较快 然后现在呢 其实这个房间里 是有这个女主人的 然后这层些 我也不是特别怕 对面的老鼠救的 但是还是要适当的 去利用这个技能 去干扰一下对面 这个时候刚到对面之后呢 由于我自身带着一个 这个护盾的一个药水 所以说 它并没有比较 这个极限的去将我这个抓住 甚至是 这个打断我 绑他对手的一个进场 所以说呢 他们可能是比较难受 然后这时候呢 对面啊 依然是为了救这个残血啊 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挣扎 但是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 这个失误呢 就是它要在跳这个跳板的时候 这个跳板啊 被我强行推了进去 然后导致呢 其实它并没有第一时间 就完成一个 跳板下落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现在呢 我也是把这个挡板啊 去给它推上去 这时候得使劲了 然后一直按 不要松开啊 因为一旦松爪 它就会进行一个冲击判定 这时候呢 其实上下都有这个老鼠 然后这时候也是将它动成冰块 将它动成冰块之后呢 也是第一个勾住耳朵 没有抓到 但是剩下 就是接下来的一个爪子呢 也是成功将它抓在手里 其实我现在呢 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叔叔的 因为 他家目前其实 不是特别好对付 之前呢 他们是三个人在一起 然后剩下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呢 目前来说也是在右侧房间出现了啊 现在呢 也是去抓这个 能给别人回血的这个小猫啊 这个母的 现在呢 我也是吃到了这个药水 然后这个药水的一个功能是 护盾啊 这个护盾还是比较有用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还可以捡一个药水 这个药水的一个功能呢 是隐身 虽然说两个一起喝的话 其实用处我根据的不是特别大 因为 隐身的作用呢 其实是为了帮助大家 刚好地去推这些奶酪 而这个护盾的一个作用 是为了帮助大家去抵挡一次攻击 刚才为什么 那么我在经过那个烤炉弄上的时间 依然是没有去触发这个东西的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一个 我们之前吃的一个护盾药水的这么一个作用 现在呢 我也是继续往上跳 然后也是不要让他去救他队友 但是没有想到来晚了一步 他队友呢 也是成功救了他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也是成功再次利用自己的一个爪子 去抓他 但是呢 其实他这个血量虽然说残了 但是对于他来讲 其实他应该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这时候呢 也是骗他 说就是会给他一种 我更不知道他的感觉 但是也是瞬间直接再次将他击倒 击倒过后呢 在他的地上摆上这个老鼠甲 这时候其实 对面想救他的 依然是可以死死的 但是比较困难 你得是两个老鼠一起救 然后有一点人会甘愿牺牲 因为你被夹住的这段时间 无论你手速再宽 其实也足够我在后期 打出来一个这个爪子 两个爪子或者是一个技能了 所以说比较难受 这时候呢 也是依然利用这个人 果然是骗到了这个 给别人活血的这么一个老鼠 然后再一次啊 这个考虑一下 其实其他人呢 去的地方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地下室 地下室的话就是利用招待 第二个呢 就是从左侧 左侧的话 因为地形的一个原因吧 虽然说有奶酪 但是对面应该是 比较难去处理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 我也是再次捡到这个护水 然后再一次将这个 药水刻上 然后呢 也是啊 这个凑巧啊 这个有个老鼠甲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是万无一时了 大家在玩这个地图的时候呢 稍微要注意 首先第一点就是 你要熟悉各种这个道具的一个使用 包括隐身药手 护盾药水 神秘药水 然后老鼠的话 还有力量药水 等等 这些东西呢 会帮助大家 比较有效的去完成这个比赛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等待环节了 这个基本上 对面根本就翻不了盘啊 然后我也是利用它 跳跃这道系列 触发了一个这个长爪 但是没有关系啊 它虽然说 已经是从我的技能上跑出去了 但是依然是被这个老鼠甲夹住了 我也是再一次将它抓住 然后这时候 基本上大家 已经没有任何发盘的希望了 就算这个老鼠 从这个挣脱开来 但是地下室的这个扎桶 已经是被点了 所以说 接下来的一个游戏进场呢 就是等待就可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的游戏呢 依然是猫猴老鼠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我们收看 如果您不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我们收看 的下期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